对 所以我们 亲爱的弟兄姐妹 我们当然 我们只要父母还在 我们就不要放弃 我们只要父母还在 我们就不要放弃 我们只要父母还在 就不要放弃 我们祷告 我们的父母 万一开窍了呢 像巴西来一样 这个暗中助力 那第二个呢 就算我们父母 最后也没开窍 或者父母已经走了 那我们就祷告 我们更加破解祷告 让我们自己 像巴西来一样 人生就是这样子 所以我自己 我在想 我在想 我本来呢 想这我们62号 62号 62岁就走嘛 我现在想我不走 至少你不要巴西来 我就给你身上把它改了 对吧 我不走 那么多孩子 我得给人家铺点路 往前推一趟 往前推一趟 所以今天我在这里面 亲爱的弟兄姐妹 老头八十岁了 还做一件大事 老头八十岁做一件大事 所以今天我在这里面 你说 大大事 我是说中国古代的很多当朝 为什么要把自己的孩子带到 那个 他都是父母在助力 是啊 是啊 所以 所以今天我在这里面 我自己 我非常非常清楚 我们 我们小到每个人 每一家 大到我们整个教会 我希望我们将会有这样的一个互相推举的这样的一个发行 就是说今天 因为做律师的技术人多 见的人多 听到的消息多 这个跟我没关 我是副律师 那个跟我没关 我是律师 那个跟我没关 这个心态不好 这个对森林有用 这个对威妍有用 这个对安州有用 一码电话打出去 我今天听到什么 看了什么 你看看你们要不要认识一下 阿们吗 所以今天我们教会一定要养成 要形成这样的文化 我们教会不要说 这个跟我没关 这个跟我没关 我们就心里面 我们什么叫心里面有别人 我们这样 这个事可能对孙女有用 这个可能对崔强有用 这个可能对警灵有用 这个可能对谁有用 我们就乐见其成 我们就乐见其成 所以今天我在这里面 我自己有在想 我们可以竖着做巴西来 我们也可以横着做巴西来 我们也可以横着做巴西来 所以巴西来 他做这个事情 我讲了 那很有可能是上帝跟他讲的 你要给大卫送食的 那还有一件事 那巴西来做这件事情 对自己可能没有什么 直接的好处 老头80岁了 给个官我也当不了了 给什么奖赏我也享受不了了 但是巴西来这件事 就让他的孩子 可以怎么样 中国话讲叫平步 平步清云 平步清云 所以今天我在这里面 我特别的想对我们的弟兄 我们姐妹讲 为什么有的家 就越来越旺 彼此相爱 为什么有的家 就越来越弱 互相分争 所以耶稣说过 一国若自相分争怎么样 那国必站立不住 那国必站立不住 一家若互相分争 那家怎么样 必站立不住 所以今天我在这里面 我在想 那2024年 我一定要做两件事 一件事情我要回到中国 我要各地走一走 让弟兄 让姐妹能感受到 这个教会的爱 牧师的爱 那第二个呢 我一定要把各地的弟兄姐妹 组织起来 比方说我们来美国也好 我们去新西兰也好 我们去以色列也好 我们一定要有这种集体的活动 然后在中国当中 让大家彼此更熟悉 你看路西亚 明明是这个我们 通过詹尼跟我们认识的 理论上跟詹尼更熟 但是因为现在 参加了我们大连的活动 就跟整个我们国内的 这些小伙伴更熟了 那原因很简单 就是这种集体活动的 那种凝聚力 是非常非常强的 那跟詹尼就是 打个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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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这样 但是我们在一起 一个周末 一起吃一起住 这个是完全不一样的 所以今天 我在这里面 我自己有在想 我们各地 我们各地 包括丹东 这个大连就不用讲了 包括这个名誉在上海 我们想着发的 我们搞点什么活动 比方说 上海有很多的展会 有些展会 可能跟我们大家的生活 只要有点关系 你就喊一嗓 最近有什么展会 谁愿意来 我就招待 对吧 你招待 我报销 阿们吗 所以我们大家 就飞到上海去 看看展会 聊聊天 聚一聚 完了 再回去嘛 现在交通那么发达 飞机啊 高铁 所以微微也是一样 对不对 这个深圳有那么多资源 有什么事 你不在也没关系 不是你巴西来在吗 给老爷子点工作 当然我们不麻烦老爷子 你那么多 你那么多 有人能接待 对啊 有接待能力 对不对 打字方面打字 深圳 也是咱根据地 对啊 深圳也是 对吧 深圳表有什么展会 然后 这个无意中 这个崔娟知道 有车有房 有车有房 有办公室啊 这个崔娟看到 因为崔娟做猎头的嘛 各行各业接触别多 都是南方的 完了你就跟我讲啊 你跟你跟你跟 崔娟是做猎头的 崔娟是做猎头的 高级猎头 所以你就跟我讲 然后我就跟VVM去安排 落实啊 我们我们我们 我们今天 我们我们就到 我们就到深圳 去去带一个周末 去带一个周末 所以我在中国的时候 我就不是做那个 江州湖优学吗 VVM应该知道吧 我江州湖优学 每一年我都做 江州湖优学 每一年我都做 每一年我都做 所以今天我在这里面 续话我得点名批评 为啥批评 因为你是我师妹 对吧 前两天广州展会 你买个机票去 连我都不知道 你知道吗 你应该在群里面 喊一掃 来我们上广州展会去了 谁有时间 愿意留的 咱就一起呗 你懂我说的意思吗 所以今天 亲爱的弟兄 亲爱的姐妹 亲爱的弟兄 亲爱的姐妹 我们越是经济不好的时候 越是大环境不好的时候 越是一些新的机会 会来的时候 那这个新的机会怎么来 就是我们要走出去 多接触 我们打字方便打字 我们必须是走出去 多接触 所以你可能有工作 走出去 但是你把这个消息 放在这 我们有感兴趣的 我们就可以走出去 就像我刚才讲的 詹莉 你是做律师的 这个跟你没关 那个詹莉 你是做这个跟你没关 这这可能对安主有好处 这可能对微妙说 那我们就在群里面说一声 或者花两分钟打个电话 或者花两分钟打个电话 然后 我相信 这一旦形成这个文化 那 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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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叫什么 微妙那边 也碰到一个事情 可能 是正常人家找律师 那我们就可以怎么样 我们就 爱出者 爱反 就是这样的 所以你看今天 我就跟你讲 那个 那个 我们2月9号 办一场活动 然后呢 詹莉是冠名 冠名赞助商 在我们的现场 摆了一个摊 然后今天 2月9号 一个月过去了 2月9号的人 一直约我 一直约我 前往我壁谷吗 今天一早上约我 那个吃饭 吃饭的时候 就聊 然后呢 他就 他就 那个 这个 问 他说那个 那个律师跟你啥关系 我说那律师 是我姐呀 然后他说 那个 这关系 我说 就咋去了 他说 他现在认识一个人 那个 把一个员工开了 然后 员工就告他了 然后 然后找点什么事 因为在加州 员工告老板 就很正常 然后我说 这小事 这绝对能给你解决 然后我说 你 你去先问问 那个老板 找没找到律师 没找到律师 你就联系那个 这样你就行了 你懂我说的意思吗 本来这个是我的生意 这种事 只能和解 但是我 太忙 你知道吗 我现在主公 给那小孩祷告 给那个怀孕祷告 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 这个大家 就都好了 就都好了 他找别的律师 有没有问题 没问题 有可能别人 这个 这个 没把他办好 还没找收钱 找我们 不一定便宜 但至少让你满意 阿门 所以我这件事很实在 OK 所以今天亲爱的听众 亲爱的姐妹 巴西来里面 巴西来是一个很普通的人 之前没怎么讲 之后也没有再记载 但是在这里面 今天 神让我们看穿经文 我自己内心有很多的感受 我自己内心有很多感受 那当然源于 这些年我记住很多 像这个 贝贝恩这样的 官二代也好 富二代也好 就是我就看 然后我就在观察 那 他们的人生 当然也有他们自己的心情 有他们自己的付出 有自己的拼搏 但是我也能看出来 背后 有一只看不见的手 在助力他们 所以今天 我想告诉君文 告诉姐妹 哪怕我们 在人间 没有一个好像 看起来特别给力的父母 但是你要记住 我们有一位天父 他是有恩典 有怜悯的事 我们的天父 是有恩典 有怜悯的 诗篇里有句话说 我在深处呼吸 哪怕你掉到一个坑里面了 你喊 没有人听见 哪怕你掉到坑里了 手机也没有信号 你只想找人 也找不到 但是你从深处呼求地说 他听见我的祷告 这位天父 他知道你 他知道你是谁 他知道你在哪 他知道你需要什么 他也预备了一切 要给你 超过你的所求 我所想 所以今天 我在这里面 我想我们今天的讲道 一定要升华 升华 升华到这个口头 我刚才讲的也很重要 很接地气的 但是现在我要把它拉高 就是今天 我们要打字方便打字 我很感恩 因为在我生命中 有一位巴西来 我很感恩 在我生命中有一位巴西来 是谁 就是我们的天父 总给我们一些机会 Vivian 作争 三年前 我讲 我说 我们不需要在洛杉矶 搞很多人 我们只需要 让我们 这几个人变得很强 以一档十以一档百 也就是说来十个人 我可以带他们 来一百个人 我可以服侍他们 然后 我们就虚伪以待 等人来 他们当时问我 人哪呢 敬拜中心 老爷子走了 对 下个礼拜六 我带你们去参加 人家居士礼拜去 那是华人交会中 number one 顶剩时期三千多人 下礼拜六 为啥呢 很简单 因为 这么大的牧师 他下面人 基本上是两类 一类是 这个强将属下无弱兵 人家能单挑一摊 对吧 老牧师不在了 那我自己带活 我干了 那还有一些人呢 是把口味给培养出来了 一般牧师还瞧不起 懂吧 所以良情 折磨而期 我都讲到 最近被他天天上传了 我的小视频呢 就是增加这个曝光度 你看 这个牧师 虽然年纪没老牧师大 但是水平不比老牧师低 听听他讲课 你懂我说意思吗 所以今天亲爱的弟兄姐妹 我我几两天 我还我还犹豫呢 这都决定 只要回中国了 这突然 这个幸福来得点太突然 一家好几百人来了 我还得忙着忙着呢 所以我就想 我们真的对不起主啊 你知道吧 主给我们这么好机会 我们这些年培养的干部还是少 最主要是干部还不太给力 这本来离 离这个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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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 离那个 卢安钢这么近 还往远处搬 你要吗 跟眼儿臭臭 我原来还在他那里面 教课 对呀 对呀 所以 所以今天 我今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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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在讲 我今天 我在讲 今天 今天 今天上午 有另外一个 另外一个牧师 也是很牛的一个人 我以后 我再介绍 给他认识 他要拿下 那个 阿K的一个教会 差那么一点劲 我说 小意思 我能帮你 然后呢 他主动提出来 他说 你可以把这个 你把这个 敬拜中心拿下 我说 我不拿 我说 我还没想好呢 后来 他说 没事 我支持你 所以今天 亲爱的兄弟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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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谁 也熬出头来了 那个 教书 但是教书 他有没有培养干部 他也没有 所以我就跟这个 阿K的这个牧师 讲 我说 我帮你 但是你需要 做一件事情 三个人 三个干部 超过 一百个百姓 三个干部 我说 我说 你不要 不要看有多少人 没有用 老百姓没有用 三个干部 超过一百个老百姓 我说 你好好 你好好培养干部 我说 你好好培养干部 我说 整个中国 起个常委 也管得挺好的 不用人很多 对不对 三个干部 因为这个哥们 他要拿下 阿K的一个教会 他自己很有本事 但是他没有干部 你再有本事 你还是光耳思令 你再有本事 打字方便打字 你再有本事 你还是光耳思令 所以 亲爱的兄弟兄姐妹 现在明白 为什么要当巴西来了 你当了巴西来 你儿子还愿意给你当儿子吗 你不当巴西来 你儿子就跟别人了 听懂了吗 所以今天亲爱的弟兄姐妹 咱既然养了人家 咱就对人家负责 咱既然养了人家 咱们就 倾囊而出 所以我自己我在想 我以后就跟他 也是 配上干部 配上干部 所以 2月9号 我们的活动很成功 就这么几个人 活动办办成功 为什么 我们有干部 所以至于多少人 我不在乎 至于来的人是谁 我也不关系 为什么 我有干部 你们请来认识 你们自然认识 他们有啥事 他们自然会找你 所以 所以今天 亲爱的弟兄姐妹 所以巴西来 他 把他 缩小 他就是一个老头 把他放大 是整个大魏 这个国家里面 非常稳定的 中层力量 他能 首先 维护基层稳定 第二 能又向中央 共产资源 对吧 所以今天 亲爱的弟兄姐妹 我们 我们的弟兄 我们姐妹 我们很多人 2024年 要脱远而出了 2024年 要 要这个 被神大大使用 但是讲真 如果你的观念 还是打工的心态 我要把这个工作做好 我就不能让别人超过我 你又错了 礼拜五的讲道 你们好好听听 对吧 我身边的人都可以超过 我身边的人 比我强才好 我下面的人都要超过 我比我强才好 所以当 当这个文化 一旦形成了 讲真话 就算他们超过你了 你还稳坐中均章 阿嫩 因为你的价值 是上帝定的 是上帝定的 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 求求你们 把我礼拜五的讲道 和我礼拜讲道 放在一起来听 我希望你们就有一个完整的图片 礼拜五的讲道好到什么程度 这个家里可以讲 我们有个姐妹 我都没见过 哭得都没办法 跟我们之间视频的 戴上墨镜跟我们讲 一边讲一边哭 圣灵就非常强的工作 所以今天我在这里面 我自己我在想 我们是一个 不承认都不行了 被神拣选的教会 我们是一个 不承认都不行了 是要被神大大使用的教会 原因就是 我们的DNA已经非常好了 我们愿意谦卑 我们愿意顺服 我们愿意奉献 就像是我们愿意成人之美 我们愿意看到别人比我好 我们愿意看到别人比我强 我们一起来祷告 哈利路亚